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就是作为未来车主 你是车主吗 我假设今天是未来车主的一天 我们就好好的去体验一番 首先的话既然是车主 我们就要去体验一下换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它的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 快不快等等之类的 既然说到换店的话 和大家补充说一下 它其实在今年的话是有改变这个政策的 在2021年1月22号起大定购买 全新的ES8 ES6以及EC6的用户呢 终身免费换店权益调整为 就是说为选择专属装的权益的用户 每月六次换店免费保持不变 选择专属装权益的用户 由原先每月六次换店收取电费 免收服务费升级为每月四次换店完全免费 但如果你要超过这个次数的话呢 它就会直接全额收费你的这个换店费 现在我们要去换店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车机来搜索一下 这里有一个换店站 立即下单 好的 那我们就出发吧 我们呢只要把车开到换店站 然后呢就会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来接车 然后就等吧 大概等十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长 那我觉得天冷的话真的是干等 有点冷啊 天暖和的话还可以接受 你看它马上就换好了 现在我们是已经换完店了 然后表现了是94%啊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场景二 就是很多男生应该都有过 就是说想要带女朋友出去玩 但是呢他化妆的时间比较久 比如说一个小时 那你在车里等待这一个小时的话呢 就能在车里看看剧 那我们看一个小时的剧过去的话呢 146它的耗电量也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 满哥我不想看了 我走不住了 你要对观众负责 说一个小时就在一个小时吧 搞不住了 满哥我看了 坚持坚持 哎呀终于结束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么反正看着还挺乐的 我们看剩余的电量的话呢 是到93% 然后续航它这里 由417变成410了 这个情况还OK吗 7公里啊还可以了一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等于就是我们静止不动 花了7公里 你们觉得还可以吗 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呢 就在公屏上扣个1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因为第一次作为电车车主 我还不太了解 反正给大家先体验这么一波啦 那现在我们来模拟一个新的场景啊 就是说开自动驾驶和不开自动驾驶 在满电的情况下呢 它的电耗是什么样啊 现在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剩余电量 然后续航的话呢是440千米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话题可能会觉得有点冷门啊 但是这是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 既然你提出 那我就一定会给你去解决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马哥 是不是感觉这一天就跟你住在这车上似的 嗯 你不觉得它动驾驶还挺有用的 嗯 你不觉得开始挺有开的吗 嗯 比方说服务也嘛 很快就要结束了 马上会各回各家啦 好吧 同样的一条路 我们打开自动驾驶和不打开自动驾驶 哇 你有想到吗 原来它的这个耗电的情况 真的不太一样哎 然后我们这一次打开自动驾驶的话呢 它会多耗费这个4公里的一个续航啊 不过这一趟体验下来呢 我发现就是说未来汽车 它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啊 准确性 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 就是说你在那种比较窄小的道路 或者是没有那种很明确的道路标识的情况下 还是要慎重使用 比较好 正常的情况下呢 车主也不会就是说把车全部开到没有电 没有续航 然后再拿去充电啊 我们现在的续航呢 还剩94 然后电量的话呢 还剩23% 我们今天就不换电了 我们就来试一下 就是说充电啊 看一下呢 它得等到多久才充满 现在呢是1点46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走 现在我们已经充完电了 然后过来取车 看一下 充电完成 然后是花了1小时25分钟 充电的费用呢是87.69元 没有到100元 结算 这个还是得需要力气火 它自己干上 那现在体验下来呢 和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没有单纯的去做一个续航的一个测试啊 因为就是未来EC6呢 它上市的时间比较长了 就是大大小小很多媒体都已经做过这种续航测试的一个报道了 那我们呢就打算说就是模拟几个比较可能发生的场景 来给大家看一下呢 这个车它的这个耗电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整体下来呢 我觉得还十分值得点赞 还是很不错的 其次就是说 我觉得这几天体验下来 我发现就是里程啊 续航啊 这些都不是什么焦虑 真的焦虑是在于说 你能不能找到充电桩 然后你充电得要等多长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汽车呢 它有一个核心的优势 就是在于说它有个换电站 但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 加油站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得要排队排好长啊 所以呢 那换电站它大概只有五块电池这样 然后你换一次电呢 要十分钟 所以这样的话 你要去排队 你就会觉得啊 头都要炸了 所以我觉得说买电动车的朋友呢 你家里面有一个充电装是很有必要的 但如果没有充电装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这个政策的推行 一二线城市呢 它的这个充电装还算是比较充裕的 但如果是二三三四线城市的话呢 可能你要用车的话呢 得稍微做一下用车计划 这样的话会比较稳妥一些 总的来说 就是说电动车 未来EC6的话呢 你要让我去跑一个小的长口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都是OK的 但是节假日 我觉得大家就还是不要去凑润闹了 慎重考虑好吧 好了 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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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